张学良是著名的爱国将领,在张作霖去世之后,接手张作霖势力,有少帅的称呼。张作霖其实并不止张学良一个儿子,他一生娶六位妻妾,生了八个儿子,张学良是他的嫡长子。张作霖的子子张学明,是张学良的同胞弟弟,张作霖原配妻子照世所生。 张学良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毕业,后入东北军,中原大战后出任天津市警察局长。后来因为多次粉碎日本人的阴谋,在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下,被迫出国考察。 1943年,张学明曾被迫接受汪魏政权的职位,抗战胜利后,出任国民政府东北长官部参议室中将主任。 1949年解放前夕,张学明拒不前往台湾,新中国建立后,曾任职天津事件社局副局长等职,1983年与北京病逝。 张作霖三子张学曾,曾与张作霖同城黄孤屯被炸车的火车,因为去了别的车厢所以逃过一劫。 西安事变后,张学曾前往日本和英国留学,后定居美国在联合国工作。 张作霖四子张学斯,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,原海军参谋长。 918事变爆发的时候,张学斯还在中学学习,却有着崇高的爱国情怀,年纪轻轻及积极的从事抗日救亡活动,并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七七事变后,张学良被囚禁的时候,张学斯积极活动,联系各方希望将兄长释放出来。 而那一次见面,成为兄弟俩的永别。 张学斯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,是值得后世敬佩学习的革命先烈,后因病去世。 张作霖第五子张学森右衣,是张作霖与受夫人所生之子。 张学森自幼聪慧,但同时也十分调皮,张作霖虽然宠爱他,但也重视对他的教育。 张学森便是张作霖叫子门故事中的主角。 张学森后来曾与母亲定居于台湾,后来又移居美国,在美国的一家航空公司任职。 张学良彻底获得自由之后,与赵伊底一同前往美国,便是由张学森接待。 张作霖第八个儿子张学全,张作霖与受夫人所生。 张学全有个小名叫太平狼,因为他出生的时候,让张作霖反恼了很久的反讽的郭松霖被处决。 张作霖认为,这个孩子是个有福气的人,所以给他娶了个小名叫太平狼。 张学全与自己的四哥张学斯一样,早年参加共产党,后来也曾参加解放战争。 在解放战争中负伤,所以退了下来。解放战争过后,曾在天津税务局工作,后又在图书馆工作。 花年的张学全生活贫困,于1996年在天津病逝。 张作霖的六子张学俊,毕业于北京府人大学,后迁居台湾。 张作霖的六子张学俊,毕业于北京府人大学,后迁居台湾。